要票了六年的承诺 还要演绎多久 再给你们四年吗 再给你们八年吗 在凯道上面的诉求 全部都是民进党 在2017年施改国之会议的时候 已经取下了承诺 还是要你们国会永远过半 演绎到有一天 你们突然知道有什么立法了吗 不开会 跑去选举 要人民继续投票给你们 把人民当笨蛋吗 非常感谢 今天在立法院 三个主要的在野党党团的代表 都到立法院前面来 回应716的诉求 我们相信 三个在野党立院的党团 一定会信守 他们在凯道 签署下来的庄严承诺 我们在相信的同时 我们也会站在公民的立场 进行最强力的监督 至于 民主进步党党团 不要以为 你们回避了716签署承诺 就没有你们的事 我为什么这样讲 716 在凯道上面的诉求 包括了吹哨者保护法 包括了妨碍司法公正罪 包括了不法官说罪 包括了不法会证罪 包括了影响力交易罪 全部 都是民进党 在2017年 施改国际会议的时候 已经许下了承诺 今天 是2023年 6年过去了 票票了6年的承诺 我只想浅问民进党 除了用研议以外 用研议以外 你们还想得出什么借口 还要研议多久 再给你们4年吗 再给你们8年吗 还是要你们国会 永远过半 研议到有一天 你们突然知道 有什么立法了吗 刚刚 馆长 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诉求 法案排审 法案排审 我提出 更具体的诉求 也给三位 在野党的党团的代表 做参考 民进党的话术是 这个会期 是预算法案 省预算最重要 这个会期 最后一个会期 要选举 选举也很重要 我刚刚非常惊讶的听到 立法委员陈家华说 很有可能 十一月 十二月 就要休会了 我希望不是真的 我希望不是真的 你们跟人民的契约 你们的法律上面的职权 就是到今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底 不开会 跑去选举 要人民继续投票给你们 把人民当笨蛋吗 第二点 这个会期 要省预算 省预算的目的 是要给你钱去做事 如果你不做事 我省预算给你钱干嘛 我再说一次 省预算的目的 是要给你钱 给你钱的目的 是要你去做事 如果你不去做事 连承诺过的法案 跳票还提不出来 我给你钱要干什么 相关的部会 财政部 内政部 法务部 没有依照承诺 把法案送来以前 省什么预算 省什么预算 跳票了六年还不够吗 最后一个会期 还要继续跳票吗 在立法院里面 我知道小党 面对过半数的大党 在议事工房上面 非常的辛苦 但我要特别拜托 三个在野党的力量党团 不要辜负 人民的期待 不要辜负 人民的期待 执政党 敢跳票 请用具体的行动 让他们付出代价 请用具体的行动 让他们付出代价 这个是公民社会 对于在野党 必须要进行强力监督 最强的期待 我们在立法院外面 我们在立法院外面 其留 所有行动的伙伴 绝对不会就这样算 你们在立法院里面 强力监督 强力要求 我们在立法院外面 跟所有的公民站在一起 要求我们的执政党 要求民进党立业党团 负起政治责任 兑现政治承诺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都有